俗话说sell in May go away 5月2号5月3号港股连续两天挑谁 横指这么惊魂一跃 5月魔咒的拐点出现了吗 大家好我是Linda 欢迎大家来到Linda说港股 第一次收听我们视频的朋友 可以先点关注再观看股票赚钱好习惯 如果您是老朋友呢 点赞加转发股票顶呱呱 好了那我们开始 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 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假期过后 率先开盘的港股 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呢 在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说一下免责声明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视频内容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视频提供的股票及分析方法 仅供参考风险自负 唯有科学理性的分析决策 才能更好的在股市获利 那么我们都说sell in may go away 到底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 Linda今天给大家总结了 2013年到2022年总共10年的港股的一个情况 我把每个月这个上涨和下跌的概率给大家列到这里了 如果感兴趣的大家呢 可以把这个图截下来 好吗 也可以发给你这个需要的朋友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看五月 都说sell in may go away 其实这句话呢 首先来源于是美股的期货 但是呢 后来演化成在投资界 我们都有这么一句话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在过去的10年 2013年到2022年 10年间 这10年间 港股的横指 它的话基本上只有4年是上涨的 剩下6年都是下跌的 也就说它上涨的概率是40% 下跌的概率是60% 那么所以我们2023年的5月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上涨概率呀 对吧 上涨概率 那么好了 这个呢是5月份 确实上涨的概率要小于这个下跌的一个概率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港股哪个月份好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首先1月份 1月份呢 在过去的10年当中 它上涨的概率是70% 下降的概率是30% 这个呢 还是算在港股里 并列的number one的 然后呢 我们看2月份 2月份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一半涨 一半下跌 对吧 概率就是5050 3月份呢 上涨概率30% 下跌概率70% 然后我们4月份 你会发现啊 4月份也是上涨概率70% 下跌概率30% 和1月份 他们是并列的 然后呢 我们看6月份 和2月份有点像 是什么 5050的 他没有 5球6绝 但是在港股7翻身了吗 7也没有翻身 因为7月份的话 也是5050的 然后8月份是4060% 9月份也是4060% 直到10月份 大家可以看 他的话呢 也是上涨概率达到了70% 下跌的概率30% 11月份又是5050% 12月份也是5050% 所以说总结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港股在过去10年当中 上涨比较好的月份 就是1月份 4月份和10月份 所以说也就是在这三个月里 你去操作股票 他上涨的概率 要大于下跌的概率 可不是说一定会上涨 这个呢 我们说的是一个概率 而我们做股票呢 做的就是一个概率的 对吧 哪有说谁做股票达到百分百的 谁敢说 那叫骗子 有些呢 我们其实很多 给大家分享 并不代表他一定是对的 我们分享 其实最主要给大家 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大家听完了以后 最后做决定 你综合这个老师讲的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认知 最后要做一个 最后的一个判断 好吗 好了 那么这个说完以后 我们来看这个港股 恒生指数呢 昨天 9点差不多 9点38吧 股票开始暴跌 其实昨天开盘是高开的 对吧 昨天高开开盘的时候 我看着行情还挺好 结果一会儿就开始往下砸了 那么今天就更甚 今天是直接跳空 低开 而且是低开以后低走 在我下午基本上给大家截这个图的时候 当时还是一个收的是个红色蜡烛 结果等到收盘 我再来截图 它已经变成绿色的了 也就是今天收了一个假洋 假洋真音 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说了五月 魔咒的这个拐点出现了吗 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么也就是你会发现 现在形成了一个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叫什么分形 是不是叫顶分形啊 那么这个分形顶分形是强势的顶分形 还是弱势的顶分形呢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强势的顶分形 所以说如果你从分形来看 这个位置算是一个小高点 这个位置是一个小高点 对吗 我在上个拜五 给大家专门录了一个纯干货的视频 就是专门讲解分形的 分形的有强势分形 有弱势分形 具体的怎么去用 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干货视频的话 可以回去好好看一下 我建议大家学一下 好吗 因为很多人都会分形了 但是我们的分形 其实还有很多注意的细节 所以这个位置形成了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拐点 那么是不是真的行情就开始要暴跌了呢 我们说了 本身这个月上涨的概率只有40% 下跌的概率是60%的 那么是不是这个位置我就要暴跌了呢 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在哪里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图呢 我之前给大家解过的 在这个位置就跟大家说过 它形成了16条线凝结 这16条线现在对港股来说 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什么呀 既是支撑又是阻力 其实16条线凝结给大家讲过 它就代表着横摆震荡 它要选择方向 如果股价能够占到16条线之上 那说明港股真的大的机会来了 就像当时我给大家说的 梦想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但是也有一点要注意 如果它要是跌破了16条线 16条线变成阻力 同样它也是阻力非常大的 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啊 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在准备课的时候 你会发现当时已经跌破了16条线 好在在我们收盘的时候 它收上来了 就像我们当时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它也跌下来了 然后呢收上去了 所以说现在为止 行情其实还是属于一个横摆震荡 虽然说我们今天有了一个 顶分型的一个拐点 但是它你会发现放在一个大的范围内的话 它现在属于横摆震荡 属于一个横摆震荡的行情 所以说我在上周 礼拜天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我讲了几个字 一个叫轻指数 另外一个叫什么 众个股 轻指数 众个股 而且我也教大家过一句话 我说当你看不明白这个的时候 你看不明白行情怎么办 多看少动 多看少动 或者你非得想做的话 轻指数 众个股 那么今天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今天你会发现港股虽然下跌 但是像啤酒概念呀 食品概念呀 饮料啊 烟草啊 你会发现这些板块 它都是逆势上涨的 那么如果你能买到这些股票 那其实上涨的概率还很大 对不对 尤其像很多贵金属啊 像咱们给大家讲到过的黄金板块啊 是不是现在涨的也很强 对吧 什么招金矿业呀 中国黄金国际呀 他们都是上涨的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找热点板块 热点股 因为现在行情是一个震荡的行情 但是记住啊 如果不跌破 那么这个行情你还是要看多的 看明白了吗 因为它已经在这个位置上穿了我们的牛熊分界线 那么现在是属于一个黑马卧槽的过程 一般黑马卧槽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 那么这个下跌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下跌到横摆震荡都差不多两个月了吧 基本上差不多两个月 现在处于一个黑马卧槽 那么到底能不能支撑住 这个我们还得看 谁也说不准 我们只能是每个人会有一个预测 对吧 现在的话 看起来其实是一个正好卧槽的 其实卧槽你早就看到了 看到没有 黑马卧槽之前给大家讲过股价上涨而资金减少 形成背离 也就是上穿白色线牛熊分界线以后 形成顶背离 就是开始黑马卧槽的一个标志 所以现在多看少动 轻指数重个股 这个就是我们的恒生指数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热点股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腾讯 腾讯这两天其实还有好多人也在加仓 对吧 然后很多人也说腾讯还很强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腾讯和指数还是很像的 它其实和指数是同步的 上涨和指数同步 下跌也同步 那么这一轮腾讯的下跌 这个图我每次都给大家画 也就是相对于我们11月份 这一轮上涨而来 而讲的话相对于11月份 这波上涨 它的回调正好回调到0.382 受到重要的支撑 那么如果上涨的话 突破前期高点 那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如果突破前期高点 那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如果不跌破0.382 这个位置我就不重点给大家讲了 因为这个讲的比较多 那么我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同样的 看趋势 它的话和指数 其实是同样上穿牛熊分界线 上去以后 在这个位置也形成了一个顶背离的现象 形成顶背离以后 股价开始回调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一个黑马卧槽的一个现象 那么什么时候会再次上涨呢 再次上涨就会形成快马加鞭 快马加鞭 那么这个位置就要黄色线凝结 而且黄色线向上拐头 再次上涨 那就是我的快马加鞭了 那么它现在其实和 这个港股有点类似 但是呢 它比港股还强一点 比这个横直 因为它真正的 你看受到白色线的一个支撑 黄色线是阻力 下面白色线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 所以呢 现在也是我们刚才看到 0.382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位 所以说如果你做长线的话 它目前为止还属于上涨趋势 还属于上涨趋势 如果一招起来突破前期高点的概率 我们给大家重复过很多次 因为机构给它的一个目标是多少 430对吧 很多人给它的这个目标是450 所以这个呢是腾讯来看 它也现在属于上涨市场的一个回调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比亚迪了 比亚迪呢 今天真的是应该说昨天 它的正好出现了我们的这个公布 这个交涉数据公布业绩 对吧 确实非常的棒 我们首先先看一下这个比亚迪 比亚迪呢 它的这一轮上涨 它比那几个股票要强一些 大家可以看啊股价回财以后 这一波的反弹已经反弹了多少 反弹到0.618 而一旦能反弹到0.618 之前给大家讲过叫什么 叫强势的反弹 对吗 哎 叫强势的反弹 也就代表着行情已经开始转强了 它已经开始转强 它也会有伴随着回调 因为0.618是重要的阻力位吗 它也会回调 但是一般回调是不会跌破前期低点的 然后呢 形成上涨趋势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个呢 是从我们黄金分割考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同样 如果从长期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比亚迪是什么情况呢 我记得我应该是上周 在这天给大家去讲过 因为比亚迪它也形成了16条线 几乎快凝结了 然后呢 在上周这个位置正好上穿了白色线 也就代表着黑马出事对吧 出事以后你会发现白色线就形成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 当时给大家讲过 它的话如果散户消失 那么这个位置就是非常不错的 你也可以看到白色线向下走平 这个线呢是我们的牛熊分界线 那么在从技术面上我们刚才看到了 现在确实是不错的 那么从消息面上 5月2号比亚迪呢发布了2023年4月的产销的快报 单月实现销量21.03万辆 同比增长了94.3% 环比也实现增长 那么这一销量数据已经接近2022年12月 比亚迪23.52万台的单月销量记录 那么在中国这些新能源车里 其实大家都在公布对吧 什么小鹏啊 理想啊 蔚来啊 他们也公布业绩了 你会发现只有理想的数据还是上涨的 小鹏和蔚来的汽车都是属于一个下滑的 反倒是还有一些小的企业也在往上冒出来新的企业 那么比亚迪呢 我们之前就说他正做什么呀 叫一哥 他要做电动车的一哥 甚至要向特斯拉挑战 对吧 你会发现比亚迪的话 他的一个出口数据是特别好的 他的出口数据特别好 甚至好多地方啊 就说欧美很多地方 为了这个 就像以前拥有特斯拉一样 他们就觉得 哪怕我花高价能够拥有比亚迪 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所以这个呢 是比亚迪的一个 从消息面到技术面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接下来要给大家看到的是横宇集团 横宇集团呢 他虽然这两天也很出名 但是他的出名啊 可不是正的出名 对吧 他的话在昨天这个股价呢 从三块多 我们直接跌到了最低价三毛一 也就是昨天跌了差不多90% 昨天差不多跌了90% 那么其实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来讲这个股票呢 在下午的时候他已经翻红 当时涨了9% 然后呢 我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 这样的股票要小心 要小心 现在后来尾盘我一看下跌了 我相信也不会再有人去买了吧 后来又下跌了 不会有人买了 那有没有今天把这只股票给进场了呢 其实上一次的我们在讲到美国的 硅谷银行的时候 琳达就给大家去讲过 记住这种暴跌的股票 尤其消息面上这种有重大的这种 我们说负面的暴跌这么多的 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干嘛 抄底 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抄底 那么这样的抄底怎么抄底呢 这样的抄底怎么抄底 你真正的你要抄底 你也得去选那种什么 就博反弹做短线 但是这种它的风险概率就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讲到它的问题 其实我是提醒大家不要轻易抄底 因为你看啊 这根暴跌以后 如果接下来这天是个大阴线 今天如果明天再来个阴线 就是跌破这根的最低价 它还有可能有反弹 那么今天很显然 它的最低价是高过昨天的这个最低价的 所以说这种行情 我们记住啊 尽量规避 因为这种一般风险是比较大的 你看最近弄了好久的这个第一共和银行美股 本来说这个就那个就 最后不知又被JP Morgan给收购了 对吧 结果收购了以后呢 JP Morgan肯定是它的这个版图会越来越大 因为曾经JP Morgan不就是在那个金融危机的时候 收购的银行 结果它成了最大的最赚钱的一个企业了吗 在美国对吧 至少是银行业里最赚钱的 那么最近呢也是收购了第一共和银行 那不也是曾经的暴跌吗 硅谷银行当时暴跌 如果谁去抄底那不就惨了吗 还是几百美金的股票呢 对吧 所以一定要注意 那么这些股票我怎么去规避呢 等到下跌下来我们说什么都晚了 对吧 那么关键我怎么去规避呢 大家可以看啊 在昨天之前 在昨天出现之前 在很早很早之前就已经跌破白色线 给大家讲过 白色线是牛熊分界线 所以在这个位置跌破以后 你看反弹第一次到白色线回调了 再次反弹又到白色线又回调了 所以它面临的情况就是什么 反弹没有过白线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下跌 它也是虽然说不是必然一定跌这么多 但是下跌它是偶然当中的必然 也是必然当中的偶然 反正下跌的话是基本上是高概率的事件 只是说下跌这么多 如果没有什么坏消息 不会跌这么多 但是前边这个走势我们可以看出来 不是我们进场的位置 我们进场的股票 哪怕它是在回调的 我们尽量都要在牛熊分界线之上 好吗 所以说这个呢 是我今天要提醒大家的 所以呢 把这个股票拿出来 绝对不是让大家去买 而是提醒大家 像这种股票 如果以后出现了 那种跌了90% 80% 一晚上跌破的 一天跌破的那种 要小心 好吗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给大家讲到的行情方面的 那么在过去的这个时间 我们在2月3月4月里边呢 主要给大家围绕着 给大家从成交量 当时呢给大家讲到的整个行情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我们从5月6月7月 我们就开始给大家从时间预测上给大家去讲 因为我们从去年感恩节开始的量价时空思维预测数呢 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三部分叫时间预测数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给大家讲到一系列的行情相关的这些视频 那么这个频道呢 如果你想持续的收看这些视频呢 我们能够在公屏上给我回复个999好吗 如果大家都喜欢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的频道里会持续的给大家去讲解时间预测数的这个知识点 包括一些高端的一个预测方法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持续收看这些视频 看全部的视频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视频应该一共有15节啊 如果想要全都看这些视频的话 记住点击关注 我们这个呢 针对于我们这个订阅的这个朋友 然后呢 去给大家专门讲解这一系列的课程 好吗 记住啊 没有订阅视频的点击一下订阅视频 如果想要更深入的学习的话 也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或者直接扫描这个二维码 左边是WhatsApp 右边是WeChat 好吗 所以呢 也期盼着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 我们开启时间之旅 好了 最后呢 Linda也请我们新朋友 老朋友 记住 先关注 然后呢 再点赞 然后呢 再把视频转发给您的朋友 好了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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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